中国跳水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七金五银的最好成绩 现在 中国跳水队共获得47枚金牌 高居世界第一 孟之队在所有项目中名列前茅 排名第二的就是中国拿到38斤的举重队 平时大家谈论中国跳水队 都离不开跳水女皇这四个字 由于中国跳水领域的优秀女运动员实在太多了 由高敏到胡明霞 还有郭晶晶 吴敏霞和陈若霖 还有现在的斯廷茂 一代又一代跳水女皇创造了这一辉煌时代 但也许很多人都会忽视这些年来 中国跳水孟之队背后的公军 正因为他的存在 中国跳水运动才被称为孟之队 这个人就是周继红 提到周继红 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在何时不过铁娘子 一个铁娘子的简历 在湖北省出生的周继红 1965年 他是中国首位跳水冠军 1990年 周继红开始担任中国跳水队教练 1994年 周继红入选国际水上名人堂 成了首位进入该论坛的中国运动员 在2014年 周继红成为国际泳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2016年 周继红当选中国游泳协会主席 6月 周继红再次力压群雄 成功当选为国际泳联副主席 担任国际泳联历史上第一位女副主席 众所周知 周继红的性格火辣 而且他的业务能力很强 就连很多圈里的男人都自愧不如 关于中国跳水的一些纪录片 甚至在镜头前 如果在训练过程中出现了动作不规范 表情不严肃等问题 周继红都会第一时间打开扩音器 大声指出 换言之 没有周继红这样严格的训练方式 也不会有中国跳水队这么多年的成功啊 铁娘子开出田亮 1998年 中国跳水队陷入低谷 周继红临危受命 成为中国跳水队的掌门员 他带领的队伍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取得了好成绩 随着中国跳水队走上正轨 队伍中有郭晶晶 田亮等运动员越来越多 所以 他们也获得了很多做广告界代言的机会 在那个时代 田亮是最厉害的运动员之一 因为参与了大量的商业活动 导致他在训练和比赛中表现不佳 与此同时 这位跳水王子更是一副进军娱乐圈的风范 此时 周继红一怒 直接将田亮开除出了国家队 尽管这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从结果上看 周继红的决定并没有错 那时候 周继红提拔了一大批年轻的队员过来 并且在雅典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上都很成功 这一做法也开创了中国体坛的先河 在娱乐界也有一大批体育明星 画三铁娘子 挖出全红茶 今年是在东京奥运会上 14岁的红队在女子十米台一战成名 总分三个满分 打破世界纪录 获得金牌 事实上许多人不知道 全红茶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奥运舞台上 是因为周继红的破格录取 是啊 仅仅进入国家队七个月 整个红场都能代表中国跳水队参加奥运会 并获得金牌 这一历史角色也是极其罕见的 其实 早在去年12月 全红生第一次参加了国内选拔赛 那时他只有13岁 按道理说还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但周继红以此为例 尽管这场比赛的第一场比赛只获得了第五名 但是 随后的两场比赛他都完美地赢得了冠军 证明了周继红 全红的长转 也让他的国家队队友有些羡慕 世界冠军张家琪 在今年的一次选拔赛中输给全红场后 表示自己并不服气 由于自己不比他差 周继红的特殊待遇 还是让别的运动员有些羡慕嫉妒 似女为国而战 周继红之所以要竞选国际泳联部主任 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国家争取权利 就是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 周继红上任后的第一想法 在下一届巴黎奥运会上 又增加了2-4个小项目 现在的跳水比赛有8项 其实在市井赛上远不止如此 世界锦标赛有一米板 有男女混合跳板 跳台和全能项目 总共有13个小项 周继红想要增加跳水项目 显然未果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多几个增经点 归根结底 跳水金牌几乎是我们的囊括 诚然 周继红的提议还是有待国际有年内部通过 而且具体要增加哪些项目还要等内部投票 除此之外 郭晶晶和陈若霖也有能力担任本届奥运会跳水的裁判 事实上 周继红也是一大功劳 周继红把他们安排在这些岗位上 为其他国家的裁判施加巨大压力 也不敢胡乱打分 所以说周继红真是用心良苦 中国跳水在本届奥运会上为七金五银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他被称为铁娘子 但是中国体育界应该增加一些像他这样的人 尤其是体操项目 要是有周继红这样的掌门作证 日本人还敢如此七五削落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